高雄一名骑士没戴安全帽 还红灯右转被警方盯上 由于他身上散发浓浓酒气 就在进行酒测时 他的情绪竟然大失控 企图要逃跑 当场是被袁警喷辣椒水压制 另外则有男子是喝酒 骑着无牌的机车 不但据侧还怒呛袁警 会有报应 行径脱续 男子骑成电动机车 没戴安全帽被袁警发现 停车受简身上却散发浓浓酒气 酒家被发现男子深情紧张 希望袁警网开一面 但眼看求情没用 只好配合酒测 没想到下一秒男子突然失控 怒吼咆哮 眼看男子不断挣脱 袁警赶紧拿出辣椒水 将他压制在地 事发在九号晚上九点多 高雄凤山区八德路 一名五十六岁失信男子 当年喝了酒 骑乘电动机车出门买东西 却没有戴安全帽又红灯又转 后续一次因为求情公司无效 恼秀成怒企图逃跑 另外在古山区则是有男子酒驾 聚策呛警 男子骑着无牌机车被远景拦茶 身上还浑身酒气 一次酒还没醒 男子说话没有逻辑 甚至怒呛远景 事发在九号清晨六点多 高雄古山区中州三路 一名张兴男子喝酒后 骑着无牌机车被拦茶 但他不仅聚策 还不断强调没有酒醉 只是酒还没退 甚至还怒呛会有报应 当远景值摇头 男子据策除了将被开罚18万元 酒驾雷贩加上骑程无牌机车 也将最佳好几条 记者吴松轩王城隆高雄报导 谢谢你 好几条